TPOC這邊有做出來了一個 幾大民進黨的苦戰區 他列了10大 我等一下稍後也會再問陽明哥 他這幾天剛好也列了幾個 真的需要特別觀看的 而且其中這兩個都有很多 Double之處 當然被列為第一個就是港湖 綠營的失守機會 他直接寫高 雖然聲量多 但好感度真的高嗎 尤其跟營這邊在做PK的時候 除了港湖 中和 細紫 基隆 中二 中五選區的莊敬成 還有南投第二選區的蔡培惠 以及南博弈就是高雄的李博弈 台東的賴昆成 還有屏東的 徐富奎都被列在其中 雖然你一定還在謹慎 可是在地方的聲音 你這邊一定聽得很明確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其實 其實我覺得聲量高 那就要去看到底是正聲量 還負評的聲量 無論是 這個光電 光電閉案的小公主 還有 高委員 其實 負面聲量 其實都不低 雖然他們也有固定的支持者 但是在整個選選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有時候 高委員其實就跟 柯文哲一樣有一個最好的案例 他過去 基層民眾都覺得 他游走於綠白之間 那現在 因為綠營這邊又有一個 五星代出來參選 所以他突然 他開始批評 柯文哲 那又回去 擁抱綠營的民眾 所以我就說 一個人的政治政黨的認同 理念的認同 他應該是一個長期的累積 如果你為了一個短暫的選舉 而失去了自己原來理念的認同 那難怪也就是民眾會認為他投機 但是我覺得選舉是這樣子 沒有到開票那一刻 都是個個有信心 個個沒把握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用整個機器 在進入最後一個階段的選舉 特別是 我相信民進黨也開始在盤點美一區 那國家資源也正在用國家的資源 正在打這場選戰 那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民進黨經過六次民主的選舉 其實最差的兩次 包括在陳水扁的第二任 還有謝長廷那一任 都將近有四成左右的支持度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更謹慎的去觀察 就是說民進黨最後選舉 會不會崩到那個四成的支持度 那相對他在總統盤在拉的時候 立委會不會連帶的受影響 所以我不會因為綠營的分裂 而很多人都說李彥秀穩當選 其實對於藍軍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到底能不能把這個現在的支持度 化成最後1月13號 那個動力投票讓大家出來投票 我覺得這都是關鍵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體藍軍 我覺得要想辦法製造更多 告訴幾層民眾 我未來要怎麼樣帶領國家 民眾有六層民眾 對於民進黨過去執政8年是厭惡的 那你要怎麼去做改變 你要讓民眾有這個動力從家裡出來投票 那個動力是什麼 我覺得 人家常常在講說民進黨即便下著雨 怎麼樣 寒冷也要出來投票 那你藍軍這一次的動力是什麼 剛剛鄭老師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不管是母雞跟小雞 大家有機會獨立作戰 大家可以撐出一整個盤 或者是大家彼此互相互補也非常重要 這一次無論是在區域立委 以臺北市來說有巧心 有洪威 有我 有自強 我覺得我們這幾位在基層也好 無論是對於地方未來的發展服務也好 或者是接閉也好 或者是過去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相信對於民眾來說都有一定的品質 那這一次確實我覺得因為這段時間 藍白河的紛擾讓我們 提名不分區的時間比較晚 確實也沒有機會讓無論是讓政治組或專業組 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譬如說我們這一次在不分區名單裡面 我們就提出三位醫師的代表 裡面還有藥界還有醫師界 我們也希望如何去調高我們的醫藥的品質 那讓我們醫界護理人員可以留在在我們台灣裡面 而不至於說現在面臨這麼多疫情的困境 然後大家都頻頻的轉業轉行 那這一塊是我們所著重的 那在政治組的部分未來如何揭閉 很多人都說未來我們要把私改的部分做得更好 那你如何做 你如何去吸引 現在詐騙這麼多 吸毒這麼多 你如何讓年輕特別是國民黨少的是 30歲 20歲到40歲這一塊 50歲以上 40 50歲 60歲 70這一塊 目前看起來基本盤是穩定 但是在這一塊國民黨如何做 讓你罵年輕人說年輕人執政 民進黨執政的8年沒有帶給年輕人一個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未來要如何做 譬如說侯友宜這兩天提出一個租屋政策 那就是一個利多 那現在很多年輕人說我買了房子我就不敢生小孩 或我生了小孩我就不敢買房子 我們有什麼樣的能力不讓年輕人在生小孩跟買房子中作選 可不可以不要讓他們作選擇 這個政府未來的政府如何做 我覺得都要有更清楚的論述 那我們的不分區再加上在政策上在智庫上在侯友宜 在這一塊怎麼樣做 譬如說趙少康姐幾天喊說 年輕人就乾脆不管你讀公立私立都免學費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出生率已經不達到沒有達到13萬人 孩子越生越少 這13萬人我們好好的讓他不用負擔學雜費 無論你讀公立或私立我都讓你免學費 讓你讀到大學畢業 這是減少未來國家財政的負擔 讓國家有勞參與 那也不過是兩三百億的金額而已 我們為什麼不能把這個願景 這個願望告訴年輕人說 你就勇敢的生國家來幫你養 不僅是零到六歲 甚至到大學我都可以幫你養好照顧好 以後只要你們大學畢業 你們就是國家未來的人才 可以製造更多國家的財政 然後製造更多國家的勞動力勞參力 我可以質問一個是非題嗎 全民港湖區是很跟著大盤走嗎 因為上一次高嘉瑜顯然是跟著大盤一起被撈上去了 那這一次他同樣是受到大盤影響 還是他個人的問題比較大 我覺得大盤當然會有一定程度 我覺得在這場選舉當中 對於所有小機都一樣 不可控的因素還有兩個 因為選舉剩下三十六個月 三十幾天 三十六天 一個是國際因素 一個是兩岸因素 這個是我自己認為 我不可控的 這個就是看未來的發展 希望不要有這些因素 那但是對港湖來說 高委員過去遊走於綠白當中 被人家認為是投機 或者他的作秀或綠營對他 寧願讓他掉下來也不願意讓他當選 造成綠營的分裂 我覺得這是高委員自己的選擇 但是對我來說 我不會因為綠營分裂就讓自己躺選 對我來說我都要想辦法 無論如何都要打贏這場選戰 這是我覺得在這樣選戰當中 我步步為營的地方 是那當然在這個我剛剛講 楊明哥其實他前幾天在臉書上面 以及在這個受訪的時候 也有特別提到這一次的 不管是很多人用歐卡來下啊 或者是說非常危險的激戰區 苦戰區 其實也Double到很多港湖 你也特別有點名嘛 那裡面像中和 其實中和因為這個消息也是不斷在變 據說兩個人 我們不講這個白銀的邱成遠了 我們單純講吳貞跟張志倫 據說藍的綠的都還是孤 都在誤差範圍 誰勝誰負一直在滾動 那當然戲指也很危險 更不要提中二中五 還有南投的第二選區 楊明哥你怎麼看 其實我之前我是盤點是用這個 2020年或者是這一屆 第10屆的補選 差距得票就藍綠的得票差距在 三個百分點以內的 那當然這個港湖區 這個燕秀姐這個選區 當然就是其中之一 那只是說 我這是我推出的第一波的激戰區 什麼叫第一波 就是說我這個用數據 你可以推開出來 這邊他不是明顯誰有優勢的 那所以呢在這次選舉裡面 很有可能會翻盤 因為這種選區就是一個 所謂的你要說搖擺區也好 或者說因為一些這個 比如說第三勢力的介入 或者是藍或綠的情勢的 這個消長就有可能換 不同的政黨的立委去做的 而不是這種傳統所謂的藍軍優勢區 或綠營優勢區 那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就是像中和 中和其實過去是一直是 所謂藍軍的優勢區 但是江永昌打破了這個中和區 是藍軍優勢區 從2016 2020以及連續兩屆 擊敗了藍軍的候選人 那這一次呢又是一個所謂的 太陽花的復仇之戰 就是張慶忠的兒子對戰 太陽花的吳征 那再加上又有民眾黨的參戰 所以選情非常難估 非常難估 那只是說如果今天藍軍認為說 這個用既有的組織就能夠贏的話 我想前兩屆可能就不會輸了 所以呢這個就是這個盤勢 比如說上一屆 上一屆李正浩是用親民黨 他反而分的是藍的票 那可是這一屆看起來 這些所謂的上一屆投給李正浩的 就不一定都會投給綠營 所以這個盤勢是有些改變的 那包括像這個燕秀姐這一區 因為吳辛黛的參選 所以對高嘉瑜來講 就等於是父輩受敵 那所以相對來講 我認為燕秀姐的這個 尤其燕秀姐他在基層就是 非常努力啦 就像你講的 你在這邊可以遇到 隨便下車隨便遇到 我去倒垃圾 我也會遇到這個燕秀姐 所以就是像這樣的選區 他還是有他這個 非常傳統的一面 以及空戰很重要的一部分 高嘉瑜上一屆靠空戰贏了 那這一屆會不會最後決戰 關陣是陸戰 也都不一定 所以這個都要票開出來才知道 但整體來講啊 我覺得這一次 民進黨最大的包袱 就是執政包袱啦 那還有就是 如果你今天賴清德的民調 持續領先的狀況下 很多的選民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國會不要讓民進黨過敗 我想這個所謂的平衡的效應 就有可能讓很多的選區 尤其他們這個 比如說比較爭議性比較高 比如說像賴品瑜 鄭裕彭 他們就是說那種所謂的 忽略的程度很強的 他就是一個黨性堅強的 這樣的候選人 就或者說是新潮流的 就很容易變成所謂的劍拔 而非綠陣營如果在團結的狀況下 就能夠讓那個選區翻轉 所以我想後面有很多的因素 剩下大概一個月左右的 選戰的時間 那這個在立委選區的部分 變數還會有很多 那後續包括比如說像台東 台東是這個劉兆豪 現任的立委居然退黨 然後呢用無黨籍參選 那據說他們現在那個民進黨 自己提名的賴昆成那種陷入苦戰 他的民調還落後給了這個劉兆豪 那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選區就非常的艱困 因為你綠的等於是兩個人參選 結果呢 這個藍軍相對來講就會變成優勢 你不要忘記台東縣那個縣長的部分 那個勞契林是拿到將近六成的選票 那至於這個 還有很多很多像這個 台中 對綠營的選區 其實包括像中張投都要有很多 可有可能逆轉的選區 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因為賴清德沒有辦法 扮演好母雞的角色 他了不起 賴清德自己的民調就是40多 你要怎麼去跟一個單一選區 能過要過半才能穩上的這樣子 去拉抬的效應 他沒有拉抬的效應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很困 這是民進黨的包袱 讓民進黨的很多的小雞很艱困 那可是他們又只能抱著這隻母雞 就是可是去合體之後 也許對整個選領 他看到討厭民進黨 那個情緒反而讓中間選民離開 所以這一次的選戰 我覺得立委的部分 變數還非常多 還是要繼續來觀察 但是整體來講 民進黨要過半難度很高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分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科菲爾益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